鄉親這一棟就是今年剛蓋好 冰層最新最高的智能住宅 住在這裡 就像住在五星級飯店 就是兩位舒適 聽說已經有很多台灣人 定居在此了耶 請問一下這個 戶型大概是幾坪 30多坪 三房兩廳嘛 對 客廳 餐廳 餐廳 然後有陽台 很好的景觀 我們看過去就是面海 來... 看這個 舒服 有沒有 隔音很好 我們特別使用這個很棒的 有沒有 超過一關起來 完全聽不到外面的聲音有沒有 沒有聲音 有沒有 等一下 我看到飛機 所以這裡是離機場很近嗎 是 10分鐘 之後我們這個外面 就會有一個機場快線 捷運 有一個站就停在我們這裡 是 對 我不要 我要有人接送 妳不要 對 是啊 經理 你忘記了嗎 我們有一站式的服務 對啦 我就是趁機考考你 什麼叫做一站式的服務 來 我跟妳講這一站式就是 如果妳要從台灣出發 我們會從台灣從那邊接妳過來 是嗎 是 什麼時候 我們在車裡 是怎麼用的 不是 用來啦 我們一站式的服務就是說 借送妳 就是妳到了檳城機場 我們就借妳過來妳的房子 然後妳要回去 我們又借送妳 然後把妳清理妳的房子 把妳照顧妳的房子 會不會一回來飯菜都已經煮好了 可以 然後妳 我自己 沒有啦 因為我那時候有跟董事倒極 董事長是沒有簽 對... 因為太累了 問題是我現在看到的 所有的硬裝的 都是會有對不對 對 像是這些 對 電系統會 然後電視 妳買這間來講 這個全部都是妳的了 就連廚房 冰箱 烤箱 這些都是 在我們這邊的地方 我們有 它連洗衣服 烘衣服都有 它就在這一間裡面 就在那裡面 那有哪些東西是有智能呢 從他們進來 全部都是就是密碼索 然後妳一進到來 妳就用聲控 幫我揮衣服 沒有 因為我們這位是示範屋 但是為經理 馬上告訴我 幫我開燈上了是不是 是的... 不如我們下來看一下 我們的房子的格子 對... 這間很可愛耶 首先呢 是這個 這算客房嗎 對 所以有些人就是把它 改成去書房也可以 然後客人來也可以 對... 因為我看房子這麼多人 這個就是一個書桌囉 嗨 而且很棒的是 你看它是落地窗啦 對...它是落地窗 有時間的時候 有舒服的時候 可以坐在這邊看看窗戟 看看書 對 很棒 然後在這邊就是一個客位 這邊是主要飯 成員房很像飯店 對 基本上其實是每一個房間 都有view就對了 對 這邊有道具球 你可以看到道具球 這邊就是一個更衣室 對... 開放室的 我跟你講 所有買房子的人 都會希望有個開放室的更衣室 對 還有我們這邊有70多種的 公共設施 對... 70多種... 70多種 你沒聽錯 從健身房 娛樂室 兒童遊戲室 威室 視聽室 三溫暖 卡拉OK等等 多達70種耶 而且聽說管理費一個月 竟然竟然只要200百幣 你說關於簽證的問題 不用玩了啦 來 通通都幫你們穿好喝囉 我們如果現在買了房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不需要簽證的時間 到就回去 其實馬來西亞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計畫 是 它直接給你 20年的一個身分 主申請人可以帶父母 OK 配偶的父母 子女 全家三代都可以一起做 就是一等親 它這個申請時間 是非常非常快的 多快 兩個月到三個月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而且20年後 還可以再續20年 20年 那很好 對啊 等於就是你買 房子送居留權就對了 對 我要下訂 要下訂嗎 可以 等一下我們就去簽譯 所以現在身分轉換了是不是 對啊 下訂 坐 坐 你需要咖啡嗎 需要咖啡 咖啡 怎麼這麼棒 超棒的 你說 冰城是不是最適合退休的地方咧 是吧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記者 六小月的眼光 可說是非常的快能準 現場立刻就成交一戶了 而且聽說他們的無邊際泳池 更是美待了 請看 接下來大家看一下 他們有七十幾項的公共設施 右邊是小朋友的游泳池 左邊是小朋友戶外的遊戲室 也有室內的遊戲室 沒錯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 無邊際游泳池 這間邊 請你跟我們上來介紹一下 這是在冰城這邊唯一一個 無邊際的泳池 還可以看到高額夫球場 對 現在就讓我跟莉莉一起下去 游給大家看 你來一邊 誰吃誰滴 客人只要有需要 馬上吃一步游給他們 我不是跟你們說改溫水嗎 我們怎麼還剩冷水的呢 真的 厲害 經理 經理告訴你一下 左右兩邊都有十個行李 如果你覺得太冷的話 可以進去那個熱水室 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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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給你們了 好 謝謝你 謝謝經理 謝謝 我只能說 莉莉妳真的把我們的經理 交得非常的好 我們要謝謝我們的 資本銷售中心的CEO 謝謝莉莉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到馬來西亞 一定要吃的就是這款水果了 我們現在來到 是 專門產 榴槤界的精品 那我們現在在 佛羅山貝這邊 就搭入來冰城的話 差不多車程就一個小時左右 可以來這邊吃榴槤 而且榴槤其實它是有很多品種的 好嗎 因為我本身是不敢吃榴槤 所以我壓根的不知道榴槤 它有分那麼多種 貓山王 第二次 金鳳 然後黑刺 它就有分就對了 對 就分超多種 因為他們就是有說 我們不敢吃榴槤 是因為我們能吃到品質不好的 但是你一吃到品質好之後 你就會發現榴槤是極品 水果之王 他們會等榴槤自動掉下來 熟透之後 然後再把它拿來賣 所以在這邊的榴槤沒有一顆是不好的 全部都是好的 光是馬來西亞產的榴槤品種 就多達130多種耶 而品嘗榴槤最好的時機 就是6月到8月啦 難得咱們來到榴槤的產地 當然要趁這個機會 好好認識他們一下囉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裡面有幾種品種 現在今天有6個品種 是黑刺 黑刺就是好吃的 它是後面有1顆 這麼明顯 這邊有1顆 好像蜜蜂喔 這顆是貓山王 貓山王 貓山王後面是有星星 星星 你們要看這邊是有一顆星星 然後這個是D15 它有看起來像D啦 D是這樣嗎 因為它沒有比賽 所以它只有一個 編號 編號 那要怎麼選 你要看 看到有洞 它駝肉在洞 我知道了 它的駝肉跟殼是分開的 每1顆都可以嗎 有嗎 好像有... 空... 有啦 有喔 有一個 可是滿沉的聲音 老闆 這是在那裡的 榴槤它是紮實 緊實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 悶悶的聲音這樣子 這樣1顆大概是賣多少錢 每次是78到88 1公斤 1公斤 也是秤重 現在是古董的品種 是18到28 差這麼多 這個是第一名的 第二名是毛三娃 我們依照精品的等級來看 倒著飯 對 倒著飯 弄它的屁股喔 對 不用 慢慢壓下去 慢慢壓嗎 不行 真的嗎 不行 你很強耶 讓我擅長啊 這招式幹嘛 發酵一下 發酵 對 因為有些是吊在網上 所以我要打 如果沒有吊在網上的話 直接放在地上 地上的話你就不需要再打 小包 這邊的發酵 是哪個東西排 來... 排下去 成功 YA 漂亮 二宮這給我一次機會 好了 好不容易開的三哥 這兩隻竟然說不敢吃榴槤 人家老闆可是非常的有信心 說要用他們的榴槤增幅這兩隻的味蕾 台灣可能因為距離又比較遠 有時候進來的時候品種可能沒那麼好 或者是熟成度有差 我吃的時候我是會怕 可是我上次在馬來西亞吃 我是有吃完 我個人會比較害怕 刷刷的感覺 你們試試看嘛 試試看 這個就是低食物的嘛 對 但有個香水的味道 跟我之前吃的不太一樣 真的好吃啊 它就是這樣滾滾的啦 像那種起司奶 但怎麼低食物 我就覺得還滿好吃的 甜甜的耶 老闆的我現在追求一下 它現在追求有一種苦味的 苦甘苦甘的味道 你說貓山王要苦甘苦甘的喔 那種很甜很甜的 那種樹的年齡都很小一點 對啦 30年以上的榴槤樹 才是老闆等級的 它的香氣和帶有一點苦澀的口感 就像這個號稱 馬來西亞國寶的貓山王 你們趕快吃吃看吧 這個聞起來就超級不一樣的 這個你就是一般想得到的 那種榴槤味 可是這個聞起來 它不是榴槤的香的味道 它有點苦 對不對 有點苦帶一個炭香味 對 老套就是要追求這個味道 有點像可以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我只抿一小口 趴到中間的果肉的部分的時候 一點點就給你沖出來 榴槤的味道了 告訴你 我在這裡 我是貓山王 OK 可是 好王喔 它苦完之後吃下有點像太悲醣 我可能真的很適合冰淇淋 你我本來不吃榴槤的人 買了 對啊 第三個最強的黑刺頭是 這邊只剩下一顆 觀眾啊 一顆要價上千台幣的來啦 王中之王 樹上紅金 有史以來最美味的榴槤 黑刺 我覺得相當好吃 感覺更奶油感耶 這有點像 真的 是像雪糯嗎 還是什麼 就是那種綿綿的 它真的就很像你在吃甜點的時候 那種霧霧霧的感覺 有霧霧霧 它全部越來越濃... 但是它的香味 這個完完全全就是 它感覺就是很有智慧的人 它外表可能不重要 但是你在剛剛認識的過程中 慢慢的彈土間 它會有很多東西 在這個霧霧裡面 你吃它的留言味道 是很厚實的 慢慢一直出來... 然後你不會覺得它很 它很像就是一昧的甜 一昧的榴槤味 你吃完之一根 你覺得你整個是被它擁抱住 它這樣緊緊抱住你 但是我竟然發現我愛上榴槤了嗎 照理來講 通常吃一口 就覺得講完感覺 我們幾個東西也不會吃了 對啊 我怎麼一直在舔啊 我怎麼一直在吃啊 我被榴槤 我不敢相信我 現在被榴槤征服了 你愛上榴槤了嗎 不要說愛上當然是浮誇 但是就開始你會抗拒耶 但現在這樣子吃下去 我發現不錯耶 而且榴槤的等級真的有差 對 它那個上面的就很好吃 很厲害喔 瓜哥 很好吃 貴的有道理 恭喜子余成功誇購對榴槤的障礙 成為一位合格的冰層人了耶 這間夢 這間夢相當的厲害 現在已經10週年了 而且裡面有超過200間的品牌 還持續在增加 而且這些全部都是老闆自己去攤回來 甚至有30%的品牌 都是只有在北馬這邊 只有這邊是可以的 這麼特別啊 這麼特別 對不對 雨再大我們也能放 這是很棒啊 太棒了吧 這個 那我們今天後面行的看掉了 子余不愧是正直的準冰層人耶 連可以購物的店都找好了 讚... 這一間冰層人最愛逛的商場之養 裡頭從國際精品 韓國潮流品牌 到平價服飾是通通都有 不然環境舒適 裡頭還有兼具休閒娛樂 跟美食廣場啦 什麼 明明妳說裡面 竟然還有古蹟 對 這個地方好漂亮喔 不會啊 而且商場裡面竟然還有一個 修道院 這個就是修道院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有一些些細節的部分 我還是不太懂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找 找個在地人啦 在地人已經知道了 怎麼會這麼巧 你就再問他 他回頭了 他回頭了 還回頭了 真的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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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妳好 妳好 妳是當地人嗎 對 我是冰層人 也是就是要在的地方就是 Dirty Drive 也是整個冰層的唯一家的商場 是有一個改年古蹟的那間 太好了 他剛剛講英文的感覺都不一樣 聽起來好舒服 Dirty Drive 其實這部主機是1916年 太好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英國基地 他們的基督教徒 是為了我們教的 就在這邊蓋了一棟這個古蹟 那這組是在2011年的時候 就完成了團線的工作 它是一個綜合型的發展 它前面是有兩座的固埃 空間就是古蹟 它後面就是我們的廠長 等一下 看一下 對 它說在後面就是 我們的商場 你是這邊的 對 我們是館子 其實我一看到妳的時候 我看妳的台湯湯湯 源源不絕的這樣湯湯 猶如黃河氾濫 一發不可收拾 又猶如長江一樣 黏黏不絕 妳願意跟我一起參觀一下 這個修道的原因 YES... YES 真阿子啊 魚啊 你肉行沒有肉妹 倒是挺有一套的嘛 好啦 現在就趕快手牽手去 不是啦 我是說機會難得 就趕快來去參觀教堂啦 所以這段就把那個 當時的全部保護下來 對... 這個計程庫 我們已經把原人 把這個救訓 它的樣貌 往往完全地給它保護下來 它這邊的黑口 是不是沒有特別改良的嗎 好適合上KTV喔 在這邊舉辦婚禮 愛主席 對 婚禮 妳要先預示嗎 我要先試試看 也可以 親愛的子女弟兄 請問妳是不是願意 在家人以及朋友面前 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每一集都要講 願意 知名妳願意嗎 願意 我願意 我現在宣布 妳們是合法的母親 好可憐 好可憐 很可憐耶 廣啊... 子瑜終於要入醉冰城囉 阿松真是太感動了 在教堂見證完這段美麗的愛情之後 咱們的冰城也去說要來吃吃看 當地人最愛的早餐 這是馬來西亞冰城的 非常道地的一個我們的早餐 OK 這樣算早餐 所以我們現在面前的這一套早餐 就是會有兩顆蛋 吐司 然後再加一個拉茶 對 沒錯 然後還有最重要就是 它裡面是沾的這個咖啞 這個我超喜歡吃的 我講真的 那個咖啞都是香的 它不只有咖啞 它還有奶油在裡頭 但是知名很喜歡這一家的原因 他說因為咖啞醬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沒有餐任何的防腐器 因為其實這些早餐 在外面也吃得到 可是我們想說給我們商場的顧客 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也可以吃到道地的食物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蛋 就是這樣直接吞嗎 也都可以 這個蛋就加這個胡椒粉 如果要鹹的話 就加一些黑醬油 把它攪拌 然後可以這個麵包一起沾來吃 沾了 對 或者是這樣子吃也都可以 我覺得這樣剛剛好不會太鹹 但這個白胡椒粉特別的香 但是這個蛋 那樣的吐司我來不及吃 它這個沾的感覺 我有... 太好吃了 因為它那裡面的牛油味道又香 而且他們厲害是在於 它把主食烤得超酥脆 還有奶香味跟咖啞的香氣 這樣一吃 我真的是停不下了 熱量再高 現在調我也是狂吃 我覺得吐司加這個蛋 很好吃的原因是因為 綜合這個鹹之後 你會變得甜甜鹹鹹 我們現在在那裡喝飲料 然後這個是拉茶 很像我們台灣之前喝的那個 斯瓦奶茶 這個叫Roti Jala 其實Roti就是麵包的一種 然後Jala就是網 好像鬆餅的感覺喔 對... QQ的耶 它就像那個網的感覺 然後就沾咖哩醬 這個其實是印度的 印度餐的一種 就直接這樣子 直接用手 它就是像網子嘛 這樣一層...的 但它這個質地很短 就會有點像那種麵糊的感覺 它充滿了凍 然後你放到咖哩醬汁之後 它會完全的吸附 然後會伴隨著這個上來之後 一直吃下去 咖哩香味滿濃的 但是真的就是比較 非印度式的咖哩 因為比較辣一點點 那這個烤餅也是算印度人嗎 對 這個烤餅也是 這是印度的煎餅 但我沒有想到 這個咖哩醬的料有這麼多 你們看 居然有這麼多 這應該是雞肉 雞肉再加綠豆 直接煎 對 直接煎 就可以也連料一起吃 對 香料味很重喔 偏辣這樣子 對 從這一家店 我就知道我們兩個會很棒 連飲食也是相當的配合 話說這個百貨裡頭 不知有的知有的逛 裡面竟然還可以打釋 內膏而不求 真舒適啊 我覺得這個商場特別的棒 因為來這邊還有一個奢華的享受 這一個包廂我跟你講高貴不貴 你猜這個包廂一個小時的租金多少 70塊碼幣只要490塊台幣 現在我就拿出當初我們在關島的感覺 風向 OK 西北風 我常常在喝的 完全這邊了 太太妳會嗎 太太來一下 太太來一下吧 專業的... 你看這個 知識是對的嘛 有耶 有那個弧度耶 這裡還有豐富的餐點可以選擇 不用怕餓肚子 冰城真的是很棒耶 一流的美食 寬闊的海景 舒適的步調 連阿松我都想要搬去退休了啦 觀眾啊 有機會 一定要來一趟冰城 體驗一下他的愜意 咱們就下次再見囉 Bye Bye